6月是毕业的季节 台中市起聪学校特邀特教和起民学校 在孔庙为高三学生共同举办 一场温馨而隆重的特聪明成年礼毕业活动 这次活动跟以往不同的是 是以闯关的方式让同学经过关卡的考验 退运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大家齐声喊狗令终于走到了终点 让同学体认团结在一起才能往前迈进的意涵 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 他的教学方式最棒的就是体验教学 那如果用正式的疑点 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 他是可能是无知的或者是痛苦的经验 所以我们会去设计用闯关的活动 10 20 30 边拿起10元硬币边认真地数着钱 或将不同的钱币分类 检验同学基本数学计算能力外 同时建立金钱观念 做到量入为出 用领巾龙上双眼 在导师带领下走过庙前的台阶 走到了就算过关 也让学生们了解到 人生有时会被蒙蔽 只有学会相信他人 才能在别人的带领下走出漩涡 因为他跟在外面一般普通朋友是玩不起 那像人家这个团体 那种团体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感动 今天的活动让孩子了解说 他们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藉由成年里闯关活动 让学子体验和了解 将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踏向未来 开启人生新的阶段 新航亚太电视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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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